本席跟顾立雄等24人 那鉴于国内已经迈入到高龄化跟少子化的人口结构的转型 可是我们国内大部分的重大的政策的决定 都还是缺乏纳入新年的意见的机制 那没有顾及到世代的正义 所以这个公投法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是努力的民间团体努力了非常久的 这样的要求废除鸟笼公投 那希望把这个门槛降低 那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呢 在这个上一个会期呢 上一届那没有办法通过 所以呢归零 那在这个会期呢 我们期待说公投法真的能够下修门槛 那关于公投法的这个完整的版本呢 刚刚郑立军委员已经提过 那在这里要补充的就是 要降低这个所谓的公投的 这个投票的年龄成了到18岁 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这个青年呢 其实参与公共事务 尤其太阳花学院之后 我们看到青年呢 大量的投入到整个一个公共的议题 所以呢对于公民投票呢 更应该要下修年龄的到18岁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说 在现行的公投法里面 他只是规定说中选会呢 他应该用公费呢 在全国性的这无线电视台的频道呢 提供时段给正反意见的支持代表呢 发表意见或是进行辩论 可是那他的实施办法 是由中选会来制定 但是我们看呢 过去我们国内呢 不只是这鸟笼公投 那同时呢 对于他的议题的这个辩论呢 事实上呢只限于 这个正反意见的支持代表 来发表意见或是进行辩论 那他里面呢 都是由专家学者来担任主持人 那提问正反双方 那缺乏厉害关系人 或是团体代表 或是专家学者能够出席来发表意见 并且提供佐证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特别呢 提出修正公投法第18条的第二项 要纳入厉害关系人 或是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呢 来参与发表会 或是辩论会的一个机制 那便于呢民众呢 他在投票前能够有这个完整的资讯 来作为判断的基础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特别规定说 应该要把这正反意见呢 他列为中选会应该公告的事项 让人民能够充分的得到资讯 来作为判断说 他是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 那另外呢为了强化公投 这个的参与呢 那特别在第18条的第二项 也增订说中选会应该以公费 提供给正反双方来制作呢 宣传的影片 那在全国性的无线电视频道呢 提供相等时段的一个播出 那且受指定的电视台呢 不得拒绝来保障人民充分 而且完整的资讯的取得权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就像上次的核四公投 那政府呢以这个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资历资金呢投进去 可是对反对方呢 他却没有相同的时段 那相同的资源来做宣传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法里面呢 能够规定说 在这个正反双方呢 他能够武器对等 机会也对等 那能够同时呢 政府应该提供公费来给他们呢 就是有同样的这个提供 制作这个短片 然后呢同时播出的这样一个权利 谢谢 好 接下来陈庭飞委员 谢谢